今天为大家做一道清脆爽口的鹅塘月色 非常适合夏天吃 我是齐善素食大厨刘勇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素食烹饪心的 这是铁罐山药 记得要大油少后 还算很痒的 削好皮之后先用水泡的 完蛋削好皮我们开始切 斜刀切就可以了 到位切厚一点点 免得人家炒的时候会炒得太碎 不好看 然后切点木耳 这是泡好水的小木耳 小木耳泡水不要泡太久 泡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木耳不要太多油几片就够了 因为太多黑色的菜就不好看 是不是很难逗 那个根给撕掉 好洗干净之后 挑一些比较长的 中间切一刀 然后我们配点颜色 配点黄彩椒 这个白色的南瓜好吃的 去点 先刀切一刀 再拿点红色的 好把颜色配合放一边 现在开始炒菜 好先来调个料汁 来一点松茸 一点点就很咸 来一点点白糖 一点玉米淀粉 准备勾芡用 然后把一点芝麻香油 好放点清水把它搅匀 放一边备用 开始炒菜 好现在开始炒水 放点盐下去 现在有点底味 然后把刚才切好的 给棍山药 水开之后煮两分钟 丹药煮熟了 就下这个切好的小木耳 好稍微烫一下 把它捞起来 炒 把锅洗干净 把锅烧热之后就放油 放一圈油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为了吃出它清爽的口感 我们连姜都不用放 这样炒就可以了 特别清爽 来个小囊豆 黄芹彩椒 好快的啊 这个锅就可以 把刚才调好的料汁 少油少盐 只放一点点松茸鲜 非常健康好吃 这道鹅塘月色就做好了 好简单的